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你觉得这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这种结局吗 韩国瑜从他的成长之路来看 他体现出比较强的非体制色彩 从这点上来讲 他应该不是中共喜欢的类型 就是说韩国瑜他是走的草莽民粹路线 他是网红路线 他在竞选过程中似乎也体现出和别的政客不一样的一些特质 比如他表现的比较直率 比较率真一些 这些都不是中共这个体制所喜欢的人物 但是如果最后要在郭台铭和韩国瑜两个当中选一个的话 那我想中共还是会更加倾向于韩国瑜的 如果他两边同时下注 在谁身上下注下得多一些 那我认为还是会在韩国瑜身上下注多一些 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郭台铭是一个世界顶级的商人 他的人生经历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 然后他性格非常强悍 雷厉风行 这样的人他是非常不容易被控制的 对中共来讲的话 他如果需要把控未来两岸政策的走向的话 他需要台湾的领导人是一个相对他能够影响控制的人 那么韩国瑜在这方面至少体现出来 他根基履历比较肤浅 同时也没有像经历过很多严重危机考验这种场合 所以我认为中共可能认为这样的人 他更容易影响一些 这是一方面 另外郭台铭 他这个人身上的标签比较固定 就是说他长期处于聚光灯下 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他身上有一些标签 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你都不容易撕掉他 你要给他新加上一些什么标签也不太容易 所以这样的人他虽然对于吸引台湾的中间选民 看中他营商的才干也许有一些用 但是如果要扩大支持群体的话 缺少潜力 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 如果要在韩国瑜和郭台铭两个人当中选一个的话 我认为中共会倾向于捧韩国瑜 至于剩下的几个人 你像朱立伦张亚中都没有胜选的希望 如果有别的有希望的人选 中共也许可以考虑 但是就在这两个人当中挑的话 那么我想中共最后还是会放弃锅 确实最近也有一些迹象显示 韩国瑜可能是受到了来自于中共那边的某种程度的支持 虽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但是有些间接迹象显示 比如捧韩国瑜比较卖力的中天电视和中国时报 那最近金融时报是有爆料 就是说国台办几乎天天给他们打电话 甚至能够直接干涉到他的至常编辑 能够定他每天的头版 那这个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这两家媒体一直集中火力捧韩国瑜 所以说你就很难想象这里面没有来自于对岸的某种受益了 那我们看这个国民党的对手 民进党 我们看到这个舆论里面呢 也是民进党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个韩国瑜代表国民党这个参选呢 表示高兴 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 在国民党进行电话访问调查的时候呢 是有消息传出来说一些和民进党有关联的组织是动员他的这个支持者去支持韩国瑜 意思就是说希望把韩国瑜拱上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位置 当然民进党自己是否认有这样的系统的操作 就是说是支持者的自发行为 这个是没有办法禁止的 那么也就是说台湾绿营里面是有一部分人也是希望韩国瑜在国民党内胜出的 他们可能觉得韩国瑜是一个比较好对付的对手 相对于郭台铭来讲的话 因为韩国瑜还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弱点 首先呢就是很多人会指责韩国瑜是违背承诺抛弃了高雄 因为韩国瑜他2018年12月底才就任高雄市长 结果呢是当了市长差不多就五个月吧 五到六个月 今年6月8号宣布参选中华民国总统 实际上呢他参选过程中许诺给高雄市民的那十几项承诺 他就没有办法兑现了 而且几个月之前呢 韩国瑜也还表达过说 这个高雄市的第一个任期啊 他要做好做满 结果过了不久 他自己又食言了 所以这对于他参选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因为很多这个选民会对他大失所望 本来韩国瑜呢 他自己没有那种长期从政 克尽职守的履历给大家看 说我以前这个成绩多么多么突出啊 都是信守承恶的 就这一次违反一下是因为什么 中华民国站在了十字路口 我要去竞选总统 这个讲得通 但是他以前就是一个 不说是素人吧 但是跟政治素人差的也不太多 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就没什么辉煌的履历 现在当上高雄市长以后 又在公信力上有这么大的缺陷 那么很容易就被人抓住把柄 这个是他回避不了的一个弱点 所以我想呢 对于韩国瑜和他的核心支持者来讲 在接下来这小半年的时间里 他们最大的挑战 就是怎么样维持住韩粉 就是他的支持者 这部分人的热情 就是把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情绪上 都放在这个韩国瑜的真性情啊 或者怎么样的表现上 而去忽略他实际缺少政绩和他这个 从事公职的公训力 缺乏这些方面 就是忽略这些方面 这个是一大挑战 但是这个虽然说是 韩粉们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也是对台湾的选民和台湾民主制度的考验 因为一个成熟理性的民主制度呢 在选择总统这么一个重要位置的时候 特别是现在两岸关系处在这么一个关头 中美关系处在这么一个关头的时候 他确实是尤其需要冷静 尤其需要理性 要去这个整体的观察 这个候选人他的资历 他的过往的成绩 他的公信力 他的人品等等各个方面 如果走网红路线 其实我是很担心的 因为网红路线 它主要是情绪认同嘛 它和目前总统所需要的素质的客观需要之间 其实是有蛮大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呢 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对于台湾的民主制度和选民素质 也是一场考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川普最近的几条推文 有关于跟中国贸易战的问题的推文了 那其中一条谈到说 美国经济持续强劲 得益于对中国的关税政策 对美国民众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同时呢 他又说 美中达成贸易协议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排除继续对中国 增加那个325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等等 那你怎么解读川普的这两条推文 从他7月15号星期一 发的这两条推文来看呢 川普一方面是为他自己的这个贸易战政策辩护 另外一方面呢 我的解读是体现出来恐怕川普在很短期内呢 是不太会考虑对内剩下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关税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川普是很刻意的澄清这个给中国商品加关税 对美国消费者没有产生影响 这些关税呢 不是说通过商品价格转嫁到了这个美国消费者身上 而是中国那边 他说是通过Devaluate and Pump 就是通过贬值 还有刺激经济的这种手段啊 增加对美国出口向美国支付的关税 他之所以这么强调这一点呢 也就是说是否贸易战影响到了民生 这个问题啊已经干扰到他了 他确实呢也对此比较在乎 所以他前后多次出来澄清这个关税 最后是由中国那边支付的 既然他比较看重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他也就需要维持就是这个贸易战 对美国民生影响比较小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很短时间内对那3250亿美元 中国商品加了关税的话 那自然对美国民生和对美国企业影响 这种担忧啊又会增高 所以给川普来讲 他的辩解的难度会增加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他目前 所希望面对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方面呢 川普是很强调说 中国第二季度 201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 降到了27年以来的最低 是得益于他那个大棒政策 打击了中国的出口 他既然是这样讲的话呢 也就暗示目前的这个压力已经奏效了 甚至他说中国宁愿 其实就是中共了 宁愿当初没有和美国谈判破裂 意思就是说中共那边肠子都毁清了 既然对手肠子都毁清了 那么他也没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压力 他只需要把压力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 让他继续发挥作用就行了 说对手都已经很后悔了 然后你这边一下再把底牌都加上 让对方肝肠寸断 好像谈判中一般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呢 我认为短期内那3251美元加关税 不会到来 这个短期可能就是在一两个月之内 我觉得是不会到来 至于他在星期二的时候又说 他不排除对中国商品加关税 那么也就是说呢 最终可能会有一种折中方案 比方说3251美元一次加关税 那可能太多了 他也许分成几个批次 按照产品类别 分别经过了这个公众咨询以后 先把一批产品出来加关税 拿出来加关税 这种做法呢 在2018年7月份他做过 就是头500亿美元加关税的时候 他分成了两拨 第一拨是加340亿 第二拨是160亿 分别加25%的关税 那他还有一个选择呢 就是把税率分成两档 一次10%一次25% 那么他在第二阶段的加关税过程中呢 用的是这种策略 那么有可能呢 在第三阶段加关税的过程中 他仍然会采取类似的做法 那你觉得他这个摇摆期会有多长呢 我觉得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美国经济的景气程度 因为川普上任以来是打经济牌 振兴美国经济 所以呢 这个GDP增长数字 消费者信心和失业率 这几个指标 对他都还是蛮关键的 川普在五月份给中国2000亿商品加关税到25%的时候 他有一个底气的来源 就是一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增长 有3.1%的增长 那二季度呢 预期这个增速会回落 预期是1.9% 这个数字在7月26号会公布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查到是7月26号公布 那么一个大概率事件呢 是7月底美联储会降息 那么降息以后 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怎么都得用一个季度来观察 那我想在这段时间之内 主政者呢 是应该不希望出现别的 对经济干扰的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哪怕川普有意 对这个关税手段再升级 所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况呢 也要等第三季度 这个经济数字出来以后 那么也就是今年的11 12月 最后两个月 即使比较快 也会放在那两个月 当然这是我基于一个一般逻辑的揣测 因为川普经常也不按常理办事情 如果这段时间出现了 比较突发的事件 造成中美矛盾激化的话 也不排除川普承担更大的风险 做出一些更激进的反应 也许就把关税加进去了 但是总体上呢 我觉得在今年最后两个月之前 出现新的关税举动 那个概率不会超过一半 当然我们知道 中美贸易是否能够达成协议 不仅对中美两国 整个对世界的经济 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将如何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谢谢文章 谢谢严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 大陆新闻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